借为良药第32季,借色文章的吸收率问题,借色稳定期,精子质量。 前年,最近看到一个借友发帖,说到带新人的问题。 大量的新人涌入借色吧,其实是很需要老借友指导的,新人有二个显著特点。 一,思想误区多,很多人大脑里还有无害论的残留。 二,问题比较多,借色过程中的问题是非常多而且复杂的,我到现在回答过的问题有几千个,各式各样的问题,五花八门。 新人大脑中的思想误区一定要得到及时的纠正,否则他心存疑惑是会导致破戒的。 要借色成功,首先要把预线的问题都要搞懂,搞明白,否则带着疑惑借色,是会影响到信心和决心的,有疑惑的借友是极其容易产生动摇的。 所以,我们老借友,要及时帮助到新人,消除他们的疑惑,纠正他们的思想误区,帮助他们建立借色的信心,在借色过程中给予及时的指导,让新人们能早日进入借色正轨,而不是盲借和强借。 记得以前我回答问题,首选的基本都是灵回复的帖子,我那时的想法就是要消灭借色把灵回复的帖子,尽量给予新人及时的指导。 现在我主要在自己帖子回答问题,偶尔也会在其他帖子答疑。 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就是,不能把自己搞得太累,每天回答问题在30个左右,多则50个,一般就限制在50个以内,国庆节回答的问题比较多,有七天超过了每天80个问题。 因为国庆节是休息日,我就多回答了些问题,多回答问题明显会感到自己的精力不够用,容易造成身类欣慰的现象。 所以,我现在尽量控制答疑的数量,以便调整体能,更好地坚守在借色吧。 其实很多问题,我都有回答过,有的问题甚至回答过了几十遍,但对于每个新人,我都会保持应有的耐心。 因为我觉得新人是很需要耐心的指导的,你在指导新人的同时,其实也是在强化自己的正能量,也是在增加自己的定力。 同时,你也会把这重度人的精神传达给新人,新人迟早会变成老人,老人再带新人,这样借色吧就会形成良好的氛围,发展就会越来越好,大家也会借得越来越专业。 我相信将来借色成功的人会有很多,当然现在已经有一批借友成功了,他们已经进入了借色稳定期,他们也正在无私地帮助更多的新人。 现在的新人是幸福的,前辈的路已经帮你们铺好了,只要你自己够努力,不断学习提高觉悟,彻底借掉路管是迟早的事情。 借色吧也很强调养生的重要性,你在这里也可以学到养生方面的知识,这样对于你身体的恢复也是很有帮助的,借是一方面,养生恢复又是一方面,两手都要抓,两手都要硬,这样身体恢复就比较理想了。 大家加油! 对于新人 借色文章的吸收率 这计说的吸收率,并不是说肠胃对食物的吸收率,而是说学习借色文章的吸收率,在我帖子里,还有私信里都有借友反应借了一年多,还是借不了,反复破戒,症状如故,搞得很灰心丧气,借得很绝望。 问他借色文章 你重新找回借色文章 太低了,看完一遍文章,所能记忆和复数的内容太少,自己思考领悟的内容也太少了。 就像我问你,你看过某某电影吗?你回答说看过,然后我问你,里面的内容是什么,你只能记得大概,很多细节性的内容却没有任何印象了。 这其实就是吸收率太低,就像你吃一种食物,你只吸收了其中一部分的营养,而最关键最重要的营养你却错过了。 对于一本好书或者一篇好的文章,我都会反复看很多次,不断提炼,不断总结,提炼其中的精华思想。 就这项杀里淘金的过程,你一定要把文章里的灵魂给提炼出来,然后彻底吸收它,这样你的觉悟就会变得更强大。 你必须找到一篇文章的灵魂,其实一篇文章的灵魂也就那几句话,你把重要的话记下来,都放在一个笔记本上,这样时常看看笔记本,尝试主动去记忆这些内容, 能达到自由复述的程度,这样就基本到位了。 如果你能结合自己的体验,有更深入的思考与领悟,那就更好了。 我当初觉悟的提高用了一年多,这一年多我一直在做笔记,把我认为好的句子和思想观点记录下来,不断地复习这些内容,这样我的觉悟就能得到稳步的提高。 我刚开始和心魔的差距是这样的,我被心魔虐了十几年,对心魔总是无能为力,现一次心魔就被虐一次,特别是周末一个人无聊时,心魔就喜欢跑出来,把我虐惨了。 我那时觉悟太低,根本没有任何学习的意识,所以见了十几年都是失败的。 后来,我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,不断地学习提高自己的觉悟,然后我发现了一个现象,在于现心魔,我能降服它了。 这就像和心魔下棋,过去你老叔,是因为你觉悟不行,当你通过学习提高觉悟后,你就会发现,你可以降服心魔了,你能战胜心魔了,心魔动不了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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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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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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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